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的那一段时间 那一个礼拜我们称它为受难周 受难的日子 但是那个礼拜虽然是走向十字架为我们受难 但是却是从一个荣耀进耶路撒冷开始 当他骑着离居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圣经是怎么介绍他的呢 我读给你听他说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 温柔的 他不是一个凭借凶暴凶残的武力来做君王的 不 他是王 但是他却是一个温柔的君王 而在那个温柔里面我们看见温柔的力量 耶稣基督自己也说 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 他是谦卑的 这个跟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君王可能感觉很不一样 那个君王应该是恐慕有力的 是那个大家都会惧怕他的 如果说错了话 做错了事 他就砍下来的 不是 他是柔和谦卑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说 我们这一位君王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呢 这一位拯救者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 一位拯救者 他是奇妙的测世 他是全能的神 他是永在的父 后面说他是和平的君 这一位温柔的君王不是凭武力制造恐惧 然后让人降服在他的面前 不 他是在爱里面温柔的和平的 这个力量太大了 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 他在地上的那一段时间里面 最后他其实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一个小人物 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的一生就在那短短小小的那块地上 巴勒斯坦那块地上 他没有走过更远的地方 但是他却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直到今天 在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人 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人 因着他的名 生命被改变 从今生到永恒 我们享受极大的恩典 而这一位带来人生命的改变 从今生到永恒 带人进到上帝的那个荣耀的计划里的 是一位温柔的和平之君 但愿我们也有这样的生命 你也很想为主得道 得地为业 得人如鱼 但是从来都不是拿着一把刀 逼人成为基督徒的 求主神恩待我们 那样的做法永远最后是失败的 求主帮助我们 爱 爱里面有温柔 爱里面有和平 爱才是最大的力量 祝国 responding 金倍快乐 录音还是活鹿